运到工地上的塑料窗,最好可以立刻分发到各层单位去。 而工友们就一定要用木板方将塑料窗拖起来,以方便点算和减少塑料窗的受损几率。 承建商和塑料窗承包商,首先要核实材料的数量、尺寸、质量等等是否符合规格,是否有足够的保护。 对于损毁了的材料,就要及时运离工地。 在安装之前,承建商一定要提供足够的并且准确的水平墨线,其中包括上下水平墨线、侧面墨线、两侧边距墨线、顶墨线和直角窗所用的十字墨线等等。 另外,在收货凝土墙时,塑料窗承建商、承包商和工程师还要预先定下收货标准和预先检验混凝土孔位是否符合安装的要求。 而且塑料窗承包商要根据承建商提供的水平墨线来检查混凝土孔位的大小、高低和强深厚度是否妥当。 同时还要检查混凝土孔位有没有漏铁、蜂窝、杀眼、混凝土过高或者过低、残缺角以及有没有青木板、板皮、铁皮等等。 而在室内窗框角、混凝土孔位和窗框之间要有足够宽度的空位,用来抹水泥进行收口之用。 而具体的尺寸当然就要依照合约章程而定了。 检查工作完成以后,塑料窗承包商就要将遗漏或者问题所在的位置记录在混凝土孔检查报告上,并呈交给工程师。 我还记得在安装之前,承包商要先在工地上做好样板房,包括窗配件的组合、鞍窗、打磨耳或者钻孔收螺丝、混合防水水泥和抹水泥进行试水等程序。 由于受到工地上运输的限制,所以较大的塑料窗一般都要在一幅幅的工地上进行组装。 不过,你知道工地的环境不如工厂好,所以一定要由经验丰富的塑料窗师傅进行工地上窗配件的组合程序。 就像我一样,工作经验不足,当然就要请教丙叔这位老行家了。 接着就可以开始安装窗矿了。 首先,承建商要用钻孔机或是菊花头钻将混凝土孔位表面打化。 这样除了可以增加防水水泥的粘接力之外,同时还可以检验到混凝土表面是否合格。 要注意,在200mm范围以内,避免有任何暗灯管、水管或者排水管通过,要不然在安装摩尔的时候就会把它弄穿了。 工友们把装好符合规格摩尔的窗矿放入混凝土孔位之后呢,承包商就要再次检查窗矿位和水平位。 确定窗矿和混凝土之间有足够的宽度来抹防水水泥。 再根据图纸的要求,在指定的相隔位置,用混凝土钉打摩尔来把窗矿装稳。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要根据工程师审批后的设计。 在窗矿预留孔位,工友要在混凝土孔位钻孔。 再用混凝土钉或者结构螺丝EcoBoss连接。 要留意,孔的深度和直径一定要和螺丝相配合。 再加上螺帽,就可以减少漏水的机会。 而螺丝间的距离就要完全依照设计图纸的要求。 装好窗矿之后,就要抹上工程师批准的防水水泥进行封口。 不过要注意,在混凝土孔位的抹泥位置要清理干净,而且不可以撒水泥沙浆。 因为这样会影响防水功能的。 而所用的特殊工具呢,就包括有钢条、凉杯等等。 首先工友就要开好粘着剂,然后把它刷在窗矿和混凝土之间。 再根据生产商的指引,将防水水泥调好之后,就可以开始抹了。 工友还可以用木条将窗矿外边封死,然后用灰勺抹。 除此之外,也可以用手将泥从窗矿外两边同时塞入并抹好。 所选的方法,一定要先得到工程师的批准。 而且要留意抹泥的备用时间,因为时间一过了就没法用。 优质的磨泥风口,决定要封得够密,不松散和没有虚位。 之后再用钢条压实,然后再用清水把水泥面清洗平滑,以方便内外墙身包脚、贴砖、铺窗台等等工序。 最后要记得,清理干净整个场地,这样就方便下一批工友们进场了。 正所谓,你好,我也好。 大家同心协力将工序做好。